这组壁画色彩艳丽 风格鲜明 它们来自于西藏自治区 被誉为描绘骨骼王国的清明上河图 西藏被称为世界的污脊 在西藏自治区的西部 有一个叫阿里的地方 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 是西藏气候最恶劣 自然条件最艰苦的地区之一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荒凉之地 却存在过一个强大的王国 骨骼王国 这个鼎盛一时又一夜之间突然消失的神秘王国 留给了世人太多的谜团 从今天开始 我将带您一起走进阿里 去探寻骨骼王国背后的故事 阿里地区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西部 2016年8月 国保档案设置组一行 从北京出发 途经拉萨 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 最终抵达阿里 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 由于海拔高 空气稀薄 气候恶劣 这里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地方 被称为藏西秘境 天上阿里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穿行 眼前景致不断变换 高山 峡谷 冰川 戈壁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地形地貌 都可以在阿里找到 纲人波齐是几种宗教公认的神山 它形似一座金字塔 中年积雪的风顶 在阳光下闪耀着奇异的光芒 神山旁的马旁庸错 被称为圣湖 湛蓝的湖水如梦似幻 马旁庸错是中国湖水透明度最高的淡水湖 此外 阿里高原上还有数量众多的野生动物 如野牦牛 藏羚羊 黑井鹤等 共同构成了阿里地区神秘而壮阔的自然景观 汽车行进到渣达县 地貌突然又发生了变化 眼前了无人烟 棱角分明的牙壁陡峭挺拔 褶皱 断层 绵延数千平方公里 一望无际 这种地貌被称为土林 属于丹霞地貌的一种 在土林中蜿蜒穿行 仿佛走进了时空隧道 一切都显得苍凉而神秘 整个渣达县都被雄伟的土林环抱着 我们的目的地骨骼王国遗址也不例外 它在层栏叠起的土林中依山而建 浑然天成 骨骼王国遗址是骨骼曾经的王宫城堡 它从公元十世纪至十六世纪不断扩建而成 前后世袭了十六位国王 它直冲云霄 即便在今天它仍是西藏最大的建筑群之一 遗址有四百多座房屋建筑 佛塔 和近千个洞窟组成 遗址的最下层洞窟住着平民 位于遗址中部的是官吏和僧侣的居住地 遗址最顶端 视野开阔 四周景物 尽收眼底 在宽阔的平台上建有神庙 王宫 住着国王和王室成员 虽然许多房屋都只剩下高低不等的残墙 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这座庞大的遗址中 想象骨骼王国昔日的圣景 骨骼王国创建于公元十世纪 到了十六世纪 骨骼王国进入鼎盛时期 雄大一方 鼎盛时期的骨骼王国 坐拥巨大财富 整个喜马拉雅山区无人可比 许多思想家 艺术家汇聚到这里 留下了璀璨的壁画 佛像等等 矿式杰作 然而 这个古老的王国 在辉煌一时之后 却突然间神秘消失在微微高原 与茫茫沙海之间 只留下一座难解的古城 工人平调 骨骼从此成为西藏神奇地狱的 迷中之迷 骨骼王国遗址被称为 离天最近的古堡 它也成为人们破解骨骼的密码 关于骨骼的谜团很多 首先 在土林围绕的荒凉之地 骨骼王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骨骼王国的建立 源于一位落难王子的传奇 故事还要从遥远的拉萨讲起 公元84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拉萨大昭寺门前冷冷清清 土坡王朝的赞普朗达玛在侍从的陪伴下 走到广场前的唐波会蒙碑前 朗达玛望着这块石碑 思绪飘到了祖辈建立土坡政权的时期 公元7世纪 中原地区正处于大唐盛世 在广阔的西藏高原 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藏干部建立了土坡政权 他有勇有谋平定内乱发展经济 后来又迎娶了大唐的文成公主 使土坡政权更加强大 稳定和繁荣 公元823年唐木宗和土坡赞普 再一次共同立下蒙世 社稷如一世世代代永无轮替 双方将蒙门用汉藏两种文字克食礼碑 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 此时朗达马驻足石碑前 他想到土坡曾经的繁盛与辉煌 而现在政权内部分崩离析 王朝盛世一去不返 他感慨万千 就在这时突然远处一个 穿黑衣戴黑帽的人 骑着一匹快马 风驰电车般急驰而来 他目不斜视直奔朗达马 瞬间手起箭发 侍从还没来得及反应 朗达马已应声倒地 很快朗达马就不至身亡了 史学家认为 这一事件是土坡王朝崩溃的标志 朗达马也因而被称为末代赞普 朗达马去世后 王室分裂 贵族纷纷拥兵自立 各自为政 战乱四起 朗达马的后人 吉德尼玛滚成为了一位落难的王子 在各派的争权夺利中 随时都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 为了保命 年轻的吉德尼玛滚 不得不向西部的阿里地区逃命 吉德尼玛滚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很快在阿里地区重整旗鼓 他还受到当地王权的推崇 当地国王将自己的女儿 卓萨阔琼嫁给了吉德尼玛滚 并让其继承家园 吉德尼玛滚很快统领了阿里的大片地区 晚年的时候 为了避免兄弟间因为王位手足相残 吉德尼玛滚将自己的领地分为三份 分封给自己的三个儿子 长子日巴滚占据芒域 是湖泊围绕的地方 次子扎西滚占据布让 是雪山围绕的地方 幼子德祖滚占据桑嘎 是土林围绕的地方 这就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 三滚占三围 后来扎西滚一脉发展壮大 创建了古阁王国 然而在土林环绕的地方 建造王国的城堡并不容易 当地没有木头和石材用来盖房子 五个人就在山顶利用自然资源 建造了大大小小的窑洞 85年我们在这调查的时候 对这个山上所有的遗迹进行编号 这个最主要的遗迹是窑洞 这窑洞在整个遗址里边有800多处 我们逐个要进行编号和描述 还有绘图 这窑洞里边 它是由这么几个部分组成的 这窑洞里边它有 这里有两个壁灶 是用来做饭的 这些壁壳是用来放置杂物的 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壁面是被熏黑了 就说明它长期的在这里 这个生火做饭 这个烟把这个上面全部熏黑了 秘如蜂巢的窑洞 有大有小 是骨骼王国遗址的一大特色 窑洞就地取材 施工简单 造价低廉 既可以居住 也可以存放物品 而国王的宫殿寺庙建筑等 则采用稀缺的木头为建筑材料 那么从哪里能找到这么多的木材呢 我们在骨骼王国遗址 红殿的壁画中找到了答案 这幅壁画内容丰富 它详尽地描述了骨骼王国隐盛时期的生活场景 有庆典图 贸易图 礼佛图等等 这幅壁画也被称为骨骼的清明上河图 在壁画的左端有一幅运木图 描绘了人和牲畜运送木材的场景 原来当时得到木材的主要途径 是从喜马拉雅南路的印度和尼泊尔等地 用牦牛将木头运到骨骼 珍贵的木材被使用在王宫建筑上 比如国王的议事厅 这是王宫区的议事大厅 这个大厅很大 根据墙上残留的两个托木的痕迹 大厅里至少有36根柱子 这个阿里地区木材非常缺乏 基本上都得到喜马拉雅山南路 靠这儿的羊毛或者这儿桃的黄金 来去换这些木材 而且牦牛一根一根地驮回来 高大雄伟的城堡建筑 从公元10世纪到16世纪 用了700多年的时间不断扩建而成 庞大的城堡看似铜墙铁壁 然而一旦被敌人围困 后果难以设想 骨骼人又该如何防御呢 一山而建的骨骼城堡 至今仍是西藏地区最高的建筑群之一 从四通八达的暗道 到随处可见的碉堡 再到神秘的东宫 这些防御设施如何上下呼应 紧密结合 形成一个完备的防御系统 国保档案为您带来固若金汤 骨骼锅 骨骼